人生是一場賽局 無論學業 交友 婚姻 職場 處處是活躍 唯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籌碼 唯有全民心攻略 給你鍛鍊籌碼的機會 歡迎全國所有黨好朋友 帶著準時光臨 全民心攻略 這個網上有一個算是 有點趣味的警告抗議標語說 出來聚餐的是無恥之徒 一起打麻將的是亡命之徒 那在這個疫情高峰期呢 都待在家裡面的一些家長 孩子們能夠做什麼玩樂 或者學習 或者保養呢 今天呢 我們有許許多多 在防疫生活上面 提供了許多快樂指南的專家們 我們來問問他們 歡迎大家 介紹第一位 玩購指南媽咪 金老婆爺 謝謝 不旅遊要幹嘛的媽咪 蔡逸凡 嗨 地理補教迷師 李維麗 嗨 新北施議員 江宜珍 嗨好 耳鼻喉科醫師 張宇豪 張宇豪 聰明購物指南 凌琳 嗨 聽傳的先來好了 張宇豪 聽說出書了 對 誠誠哥 各位來賓 各位聽眾 觀眾大家好 我這本新書 顧好耳鼻喉 不怕恐怖病毒找上你 它是以小故事的方式 淺顯易懂地介紹一些 常見疾病 小故事指的是病例嗎 一些簡單的病例 或者是發生在診間的故事 來介紹一些像 流感病毒 新冠病毒 內耳不平衡 或者是小朋友過敏 到底要怎麼治療 怎麼照顧 都可以在這本書 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所以可以說是一本 居家必備的工具書 可以在你生病的時候 家人生病拿起來翻一翻 你就比較知道怎麼照顧自己 或者是去看病之前 你可以翻一翻 這樣醫師在講的時候 你比較知道說 原來他在講什麼 才不會說聽不懂 原來他沒騙我 對不對 原來他沒有 怕嗎 所以建議大家防疫期間 可以看看書 投資自己 健康 投資健康 原本也是最正確的選擇 沒有 你這段話準備了多久 對 幫我講了一下 好棒 講得很好 希望大家能夠趕快的 一起來拜託疫情 OK 祝福大家 好的 馬上 今天因為大部分都沒來 來過 來過的也很多是豬頭 所以 講到經驗了 蔡一白 我沒有特別講 我沒有特別講你 我會有一次沒有豬好不好 來三次有兩次豬頭 這比例太高了 你這個 滿我的天啊 來 聽一下我們的 最高層級的研究員蔡上華 來 有什麼叮嚀 請 梁體溫戴口罩 輕洗手 重消毒 病毒就能遠離你 但是我們也要提醒 今天所有的防疫專家們 我們今天新攻略的這個資格台 並不是所有人都站得上來的 因為在資格台聯想題的部分 大概只有二分之一的機率 讓大家鬥智鬥勇 搶進攻略賽 而攻略賽當中 我們會針對大家擅長的領域 交出最熱門的話題 還有最有氣的冷知識 所以如果你可以九題闖關成功 十萬大獎就跟你回家 希望大家都準備好了 我們再把時間交給 無所不知的 防疫大師 孫館長 好了 我們今天馬上進行 健康 多元 而且充滿趣味的答體環節 加油了 準備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差不多了 木漿 什麼東西用木漿做的 來 第二個提示 三個十秒 早就要出來了 姜依珍還是快 不錯 你說話 這是什麼 看哪一隻 衛生紙 衛生紙 對 衛生紙答對沒有 答對了 答對了 來 衛生紙 穴齒了 來 姜依珍的 九個攻略賽 請就位 加密醫生同學 美國抗奈繞學 公共事務學院行政措施 當然現在是國民黨的土城嗎 三峽土城的選區的 是吧 是第一次當議員 對 第一次 所以當了一年多 感覺怎麼樣 很忙 更忙 今天還要頂著肚子來這邊 接受這個考驗 我真的 拿椅子來坐吧 拿椅子 讓他受點胎教 就是很好的胎教 胎教 是的 沒錯 因為都說要跟寶寶多說話 然後他就會 相信參加完這個節目 他會更豐富 好 希望他今天也能夠頂得住 然後你的急速不要急速太大 會影響到他 知道嗎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夢幻大獎 來 請開門 大家要用內心 因為各位準備了內容的內心 好 必是個孕婦嬰兒請 對 非常需要 三萬的大獎是雙人做的 看到沒有 超需要 再來就是 十萬元大獎 視為電腦的跑步機 九龍組攻略賽 九龍組攻略賽 現在解碼了 請 看 九龍組攻略賽 來 看一下 五分鐘你還沒問題 請問 好好看一下 選區土城 這是你的選區 對不對 新北市土城區的議員 口罩廢棄物 關注口罩廢棄議題 這是個大的問題 文青咖啡廳 你關注文青議題 便利店冷凍食品 聽說常去便利商店 解決三層的問題 沖繩水族館 很愛旅遊 尤其對那次沖繩水族館 印象非常深刻 二寶喝母乳 懷胎已經六個半月 快七個月了 對 坐月子到宅服務 這個是你非常想推動的 越少居家服務 居家照顧 再來是超馬身體變化 你竟然喜歡跑 還跑過馬拉松 好啦 都是你的題目 我們說哪邊開始 我選 選區土城 選區土城 來 請注意 江議員是新北市土城人 請問土城的命名由來是什麼 A 防衛用的土牆 B 本土漢人聚集地 C 土壤蜂窩的城市 我的答案是A 防衛用的土牆 聽說你 這是你早就知道的 對 因為土城 因為那時候就是漢人跟 就是那邊很多的戰爭 對 那大家為了要防衛自己 就是會做防衛用的土牆 所以叫土城 那旁邊的板橋的話 就是因為有一個 就是過河的一個板 讓大家過橋 所以叫板橋 土城的命名 是一個防衛用的土牆 是它一個非常重要的地理特徵 所以叫土城 是不是這樣 直接下去 好 土城這個地方是 淡水河的兩條支線 大漢席跟新電席 他們交匯之處 那在清朝的時候 特別是在乾隆年間 漢番之爭不斷 所以漢人為了在這邊開拓土地 就在這邊圍起了土牆 來作為防御 後來當然大家都和諧相處了 所以這個土牆的部分呢 就變成大家練衣感情 還有修良的場所 也因此這個地方就叫做土城 挺好的 我們開始 來 第二名 我選便利店冷凍食品 便利店冷凍食品 請注定 好 乳雞針 我的答案是 A 辣味炸雞球 鎖定 都常吃嗎 這些 其實冷凍食品我比較沒有吃 那妳怎麼知道是它 因為第一個是看說 2019下半年的話 這代表冬天 冬天 然後大家會比較想吃的 可能半夜想吃的東西 可能是鹹酥雞 而且是辣味的 對 那突然間這炸來炸去的 突然出現了一個 滷雞針 你不覺得對嗎 那個一定要配啤酒 但是可能有的女生 沒有那麼喜歡喝酒 有規定要配啤酒嗎 才下那個啊 才下婚 下菜 但配啤酒的話 它的市場就會再窄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就是市場最廣 然後熱賣最多的 應該就是辣味炸雞球 搞不好是對的喔 請揭曉 滿有道理的耶 漂亮... 很漂亮 好 最近呢 因為政治防疫期間啊 所以也更多人會到廁商裡頭 存貨來買這些可以備用的食品 我們要告訴大家哪些最熱門呢 其實前兩名都是炸雞類 第一呢 就是我們剛剛說到的 辣味炸雞球 因為鹹香鹹香非常好吃 第二就是韓式辣醬的炸雞 因為大家看韓劇嘛 所以很愛吃韓式炸雞 而第三呢 是麻辣豆腐豬血寶 因為呢這小小一碗 感覺可以讓你吃到麻辣鍋的快感 那麼第四的這個雞針啊 因為它是蒜味的喔 所以很多人覺得是超棒的下酒菜 再加上呢 它其實買一包回來拌飯吃 也非常好吃 所以被很多網友封為是神級乳味 再來呢 才是小七裡面的呢 這個麻辣肉包 還有高麗菜包 也都是很多人的最愛 來 一萬在巷子口了 江同學 第三題好好選呢 口罩廢棄物 口罩廢棄物 來 請出題 口罩廢棄物是新一波的口罩之外 下列哪一種丟口罩的方式 最有可能會造成二次感染 A 將口罩捆成一捆 B 把口罩布面減碎 C 口罩放進夾鏈袋 我的答案是 B 把口罩布面減碎 解鎖定 會不會 他會有那麼良心 出這麼簡單的題目嗎 因為B的話 減碎的話 它的那個感染的面積就會擴大 那A跟C的話 其實都是讓它就是 變得比較小一點的方式 尤其是C C的話其實是因為現在政府 其實提供口罩 沒有辦法大家一天用到一個 所以反而是鼓勵大家 口罩放進夾鏈袋 你可以一用再用 來 這個是一個防疫題 全部人通通有 任務他答對 一致通過 好 多去找一些相關正確的知識 我們不敢在這邊隨便亂說 但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OK 好啦 恭喜得到一萬元 智慧情侶 對吧 還沒揭曉 你們就對了 大家 我們就睡得比較久 請揭曉 這個是 真的嗎 對了吧 這個 是不是 好 最近這段期間呢 大家都知道怎麼戴口罩 但是你知道如何正確的脫口罩嗎 一定要提醒各位喔 大家很多人在脫口罩的時候啊 就把口罩脫下來 可能揉一揉或隨便折起來 就放到包包裡頭去 但它都不是一個正確的方式 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呢 我們要先把手洗乾淨 脫的時候呢 你從這個耳朵勾住的那個線 就是很小心的 把它這樣子拿下來 盡量不要碰到口罩任何的地方 因為其實它上面可能都會 沾染了一些唾液啊 或者是一些病菌之類的 那你把它脫下來之後 躺住這個口罩 你是還要再使用的話呢 你可以拿兩張衛生紙 一張是放在桌上 然後把口罩放上去 再用另外一張把它墊住 那這樣兩面都可以做了一點 簡單的防護 但如果這個口罩 你沒有要使用了 那比較好的方式呢 是你把它對折起來 但是在對折的時候 也是小心不要摸到那種 太大面積 拿邊緣就好了 你把比較髒的那一面 折在裡面 怎麼認定比較髒呢 比如說你自己有咳嗽 或者是你有進過一些 就是比較可能 高傳染的地方的話 你就是把接觸到 你嘴巴的那面折起來 但如果你本身沒有生病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外面那一面 會接觸到外面的這個地方 往內折 然後把它放到夾鏈袋 或乾淨的塑膠袋再丟掉 才可以防止受垃圾的人 或其他人會碰到這個 被汙染過的口罩 這個確實確實好 好 不錯 來 第四題 文青咖啡廳 文青咖啡廳 請出品 根據國外研究 咖啡廳比辦公室 更能夠提升工作效率 其中原因是什麼呢 A 咖啡香氣刺激創作 B 優美音樂放鬆心情 C 適當噪音刺激思考 我的答案是 C 適當噪音刺激思考 請鎖定 為什麼不想選 請問兩個 A的話在家或是辦公室的話 也會有咖啡香氣 所以不一定是咖啡 主就有了 對 那B的話 也不一定是咖啡廳才有 在哪都聽得到音樂 對 辦公室有時候也會放一點音樂 所以我覺得C是比較 那你在哪裡都可以有噪音 可是那個噪音又不能太大 我覺得 所以他說適當的噪音 那什麼叫做適當的噪音 因為咖啡廳大家頂多就是聊天 而且現在其實很多咖啡廳 當人很多或是 大部分人都很安靜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只會發出一點點的聲音 所以就會有一點點像那個 寶寶廳的那種白噪音有沒有 像寶寶廳的白噪音 我自己覺得 可能是 請 接下 好了 大家會覺得辦公室裡頭很吵 然後就會把工作 拿去咖啡廳裡頭做 但問題是 咖啡廳裡頭難道就不吵嗎 為什麼我們在咖啡廳裡頭 可以專心下來呢 因為在咖啡廳裡頭呢 我們正呈現的是一種 分心式的專心 它裡頭的噪音的分貝呢 不能夠太大 超過70分貝的話 就會真的讓我們感受到吵雜了 但是呢 當它這種適度的白噪音 出現的時候呢 反而可以讓我們的大腦 比在完全安靜的狀態之下 更能夠激發那種抽象型的思考 所以在咖啡廳裡頭 你是容易會激發出 更有創意的想法 同時呢 其實在這個辦公室裡頭的噪音 吵到你的不是噪音的本身 是發出噪音的人 因為這些辦公室的同事 他們講的東西 你都會很有興趣 很想聽 或是會干擾到你工作 當然就會造成不利的影響 第五題 差不多該到沃克娜走走了吧 還是要坐月子啊 好 坐月子好了 坐月子啊 你覺得一些月少 能夠居家照顧這件事情 對 很重要 尤其是對弱勢家庭 費用呢 我推的這政策 那個費用是由政府來支出的 對 針對弱勢家庭來做 不少耶 那個 其實這個是你可以二擇一 因為我們現在生一胎 提供的生育津貼是兩萬塊 但如果你是弱勢家庭的話 你有另外一個選擇 你可以選擇越早服務 到你家幫你坐月子 然後價值是大概三萬塊 如果有生育津貼的話 其實 對 所以等於是把生育津貼的 一部分的預算 農來這邊 提供大家做什麼的 滿感人的 天啊 我都好想懷孕 再懷孕 坐月子倒在服務 來 請處理 我的答案是 A 每天早晚刷牙 聽說你 這什麼題目 不吃麻油雞啊 現在其實沒有那麼倡導 大家吃麻油雞 因為裡面會放酒 但其實酒的話 如果媽媽餵母乳的話 其實還是會影響到寶寶 那不洗頭的話 目前也不是那麼推廣一個方式 因為醫生建議 就我的理解啦 醫生建議還是說 你的個人的衛生習慣要做好 才是對產婦最好的方式 那這樣看下來的話 我就會選A 早晚刷牙 請揭曉 請揭曉 謝謝 很多因素在作業的時間 會吃麻油雞喔 看吃麻油雞裡頭呢 容易讓我們活氣比較大 會上火 所以容易造成傷口疼痛 所以建議啊 在一到兩週之內呢 還是先避免吃麻油雞 但是呢 過去的舊觀念 就會告訴我們說 這個什麼作業的期間 都不要洗頭比較好 其實這是完全錯誤的 大概如果你是自然產的話 二到三天之後 就可以正常洗頭了 那如果是剖腹產的話呢 其實一週後 也一定可以正常地洗頭 但要注意的重點就是呢 在洗頭的時候 一定要完全地擦乾跟吹乾 就是要防止這個濕氣入體 那如果真的你的狀態 比較不適合那麼勤洗澡的話呢 也一定要記得天天擦澡啊 要常更換你的衣服 因為在這個時刻呢 這個汗腺的分泌量 是比較大的喔 所以注重清潔 對於孕婦 產婦來說 相當地重要 三萬在你家門口了 你快要拿到那雙人座的 嬰兒龜車了 真的 最近在研究 是不是那麼巧 好好答這一題 我覺得二寶喝母 對啊 而且這無限倡飲 這感覺很棒 對不對 隨時保溫對不對 全年無休 喝了就有有沒有 這感覺真好 感覺很棒 媽媽很辛苦好不好 很辛苦 你都還要半夜 對啊 好 對不起 我沒別的問題 你開解這個 二寶喝母乳 來 請主題 母乳是最適合嬰兒的食品 其中哪一項營養素的含量 比牛奶高 A 鈣質 B 糖類 C 蛋白質 比牛奶高 比牛奶高 哪一項營養素比牛奶高 好題目 三分零五秒 我答案是C 蛋白質 請鎖定 關系到光人座的嬰兒推車 這一題看來簡單事實上 很難選 我覺得很難 對不對 對 妳為什麼不猜糖類 有 我心動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解釋它 只是說我是直覺猜 後來 腦中閃過一個關鍵字 叫乳鐵蛋白 乳鐵蛋白 但是其實我也不確定說 那是不是真的是 牛奶比較 是不是只有母奶 才有的 對 所以就選蛋白質 妳有試過母奶跟牛奶 哪一個比較甜嗎 單單這樣喝 我其實沒有喝過耶 應該要喝 對 妳才知道那差別在妳 因為未來她就要喝牛奶 她要喝配方奶 對 對不對 認為她答對了一舉手 好 蔡亦凡為什麼不舉 我覺得選糖類耶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好像抵抗力 跟糖類比較有關係 就是多糖體 然後可以增強抵抗力 就是我有一些廣告詞 就從我腦海中閃破 這是人體具備的 對 是牛身上可能沒有的 對 是的意思 是 是的意思 我要猜我會猜糖類 對 那蛋白質很像滿合理的 妳跟她在乳 什麼 乳性蛋白 乳鐵蛋白 乳鐵蛋白 對 大部分的人都支持妳 只有一個少 只有一位怪咖跟我一樣 選擇不一樣的 關係到雙人座的兒童推測 來喔 準備揭曉 母乳的哪一項營養素 不比牛奶高 正確答案是糖類 那其實我們要告訴大家 在牛奶當中 它的蛋白質跟鈣質的比例 都是比母乳還要高的 但是對於一般人類來喝 這些牛奶的時候 我們在鈣質跟蛋白質部分的吸收 其實真的都沒有比母乳還要更適合 因為其實在這個乳類的分泌上面 有它的物種專一性 我們就來看喔 像是這個牛跟馬 牠們的這個 幼兒一生出來的時候 牠們就要馬上抵禦天敵 所以牠一定要趕快地長骨骼 長身體 才能夠在這個大自然裡頭奔跑 所以牠的母乳裡頭 一定是會含有比較多的 鈣質跟蛋白質 幫助牠們發育長身體 但是人類的母乳裡頭 小孩在生出來 在這個前期都是軟綿綿的 我們要先長的是大腦 所以糖類的含量一定會最高 就是要幫助小孩 先長頭腦的部分 然後還有免疫蛋白 所以其實不一樣的母乳 它的營養成分含量 就不太相同 不斷旁邊送你什麼 好不好 來 送禮物給他 我們要送給醫生議員的是 Apa Baby Menu 單人時尚推車 就是美國第一頂級品牌 適合旅行搭機 旁泰等級的旅美合金車架 尺寸小 穩定度非常高 而且有全真皮的把手 單手收折 不佔空間 是輕行推車當中的夢幻藝品喔 沒有狀況在其他 也有單元的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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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下一回合的資格賽 加油了 對不對 第二個資格賽 第一個提示 請給五秒 兩千元是什麼 什麼東西兩千元 第二題是 再看十秒 應該有線索 台灣尊 兩千元 威力 那為什麼是兩千元 因為兩千元的面額上 才看得到 超漂亮 超漂亮 好厲害喔 好厲害 本來在雪霸國家公園 還在哪兒吧 雪霸 是不是啊 在雪霸 雪霸國家公園那邊 富裕有成功喔 它有一條很漂亮的 他們都叫做奈何橋 那條奈何橋的以外的水域 裡面就在培育這一個 會富裕成功 非常的美 兩千元 台灣尊 櫻花跟文歸 答對沒有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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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進行李威力的 總格攻略賽 請就位 李威力同學 國內台灣大學地理系別 雙組修 還修了歷史 然後文科強呢 然後會舉一個 應該照理說 應該是興趣相投的喔 因為他娶到一個化學老師啊 你老師 你老婆叫化學呢 是 雖然你不笑看才滿陰沉的 你知道嗎 所以要請保持笑容 他已經也是個 相當精采的補教民師啊 你的整個學習的過程 讓我們感動 現在讓我們 你準備的內容 也讓你感動 好 好吧 來 要好好感受一下 震撼教育 來 請出示 他的總格攻略賽提琴 李威力補教民師 他的題目有 其實就是你的死地特別強嘛 雙組修 消毒液化學士 因為老婆是要化學的 打掃戴口罩 這個是家裡聽說 你是一個 這個現代家政服務啊 會做家事 會打掃 你太完美了 你 除了不笑之外 沒什麼缺點啊 環島老師必經祕境 Oh my God 你是到處 全台灣到處教學 紐西蘭蜜月行 這個是運氣更好的一個點 講話多 保養喉嚨 當然你的話講的 應該不會比我少 水族箱觀賞魚 家裡有養 棒球員習慣 你有打 而且打得還滿好的 就差 水準已經快到校隊的等級 高中的等級 高中的等級 你覺得從哪邊開始 環島老師必經 環島老師什麼意思 聽說因為你 因為我 全程到處教學 對 我還跑去金門上課 你是為了貼補家用還是 不是 因為我們的科目的關係 如果是英文或數學 他們就是一個地方就可以課很多 但是地理因為就只有一屆 就比如說高三或者是國三 考試前才會有 對 所以我們等於課量 課量的部分我們就變成要比較 就是你要跑三個地方 才可以等於人家一個地方 我們準備 請出帝 第一名 第一名 我的答案是 B 台東嘉明湖 石碩 為什麼不是澎湖藍洞 因為我覺得藍洞 至少比較容易到 因為它在海島 海島你可以搭船 或什麼比較容易到 它容易到 對 台東嘉明湖海拔多少 我不太確定 但應該在中央山脈上 你還沒去過對不對 對 我還沒去過 這是個叫陸山鎮的地方 對 聽說有外太空的感覺 對 有人是認為說 它是隕石 就是隕石掉下來 就是砸出來那個難度 對 所形成的 對 所形成的 號稱天使的眼淚 天使的眼淚 那這三個地方你都沒去過吧 這三個地方 九份十三層遺址 紫聖嘉明湖沒去過 藍洞你也去啦 去過 多好的一個海浪 這一輩子一定要朝聖的 第一名 請揭獎 漂亮 好 台東的嘉明湖 它的海拔是3310 也是現在全台灣 第二高的這個 高山的這個湖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它的成因其實是在冰河時期 留下的冰斗湖的遺跡 所以它是一個橢圓形的形狀 而且一年四季都不會乾咳 因此也有上帝的眼淚 這樣的一個稱號 同時它以前也是 布農族的一個聚落的所在 所以布農族人 也給它一個非常美的封號 叫做月亮的鏡子 那麼第二名呢 是在台南山上的台南水道 這個地方要上去 大概要爬兩百階 然後它外景 它這個外形是一個 歐洲城堡的形狀 裡頭還有這個水池 所以也是相當的美麗 第三才是澎湖懶鬥 小小的台灣耶 彈丸之地 不過的摩沙真的太感人了 棒 漂亮 來 第二題 請選擇 你的文科好 是從國中就發現 從國小 對 從小 很有位置的觀念 對 對不對 因為我們家都從事 跟空間相關的行業 你們家裡面是看風水的 不是 我爸是室內設計 然後我妹也是做相關的 就是建築的 對 所以我們的空間感都非常好 那是本國史還是外國史 不管 我自己比較專攻 台灣史跟中國史 病毒史的一絕 一起來助理 來 教練哪一種 冠上地區或國家的疾病 不僅並非涉及其事 反而帶有榮譽的意義 A 伊波拉病毒 B 日本腦炎 C 中東呼吸症候群 漂亮 好題目 真好 漂亮 這題目非常好 好好想喔 三分十秒左右 我的答案是 B 日本腦炎 請鎖定 最近一直在大聲疾呼 包括世界衛生組織都在說 不要再把任何的病 跟環境 地理 國民 套在一起 這是有歧視 貶抑 而且非常不禮貌的 這個態度 可是這個 反而是 為什麼是日本腦炎 因為他是一個 日本醫師發明的 發現的 發現 對 所以等於是一種榮耀 就是說 全世界就是以他 以他當作一個代表 那只是這個代表 不是以地名來講 所以不會有歧視 以為反而是一個榮耀就對了 那伊波拉 日本腦炎是國家 那伊波拉是誰 伊波拉應該是非洲的一個地方 日本腦炎 是一個非常有榮譽 感受的一個名字 是嗎 請揭曉 好 接下來2015年的世衛組織 他們就針對 希望大家不要有歧視 或仇恨的想法 所以會建議大家 在命名一種新的病毒 或者是一種疾病的時候 盡量不要用國家 地區 人民 族群跟職業 來進行命名 所以其實後來的這個 我們看到在命名的部分 也會盡量回避 但是在早期 我們看到日本腦炎 還有德國麻疹 甚至帕金森氏症 其實也都是用這些方式 來命名的 那其實它的命名的方式 是主要是從這個地區 發現了這樣的一個疾病 所以它是一種 勉勵 榮譽的概念 那就像是帕金森氏症 它是因為這位醫生 他發現了這樣的一個疾病 所以才用它的名字來命名 也代表了一段的醫療歷史 那我們剛剛說到的 伊波拉病毒 伊波拉它其實是在非洲 岡國這邊有一條 伊波拉河 是以伊波拉河 來進行命名的 好了 伊萬在巷子頭了 紐西蘭蜜月刑 紐西蘭蜜月刑 請處理 請問紐西蘭人 在南極州的科學研究 在史考特基地上 所有的建築都漆成什麼顏色 A 藍色 B 綠色 C 黃色 南極州 史考特基地上面 所有的建築都漆成什麼顏色 兩分三十五秒 我的答案是 A 藍色 請鎖定 為什麼不選綠色或黃色 我的猜測 我的猜測應該是 盡量不要對環境有太多的 就是對比色 對 汙染 汙染的顏色 雪白大地 你覺得綠色不是很好嗎 可是我覺得綠色會比較突兀 綠色反而突兀 就是在白色的世界裡面 我的感覺 因為這題其實我用猜的 藍色呼應天空嗎 對 天空跟大海都是藍色 所以神哥覺得黃色 我覺得是對比色 黃色或綠色兩個在選 我沒有選藍色 因為一旦 一旦它的折射現象 藍色 你可能會看不到 可能會不見 我擔心是這樣子 我認為 所以我會從綠跟黃去想 來 妳說說看 我覺得應該要變於識別 對 那黃色感覺是比較跳一點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嘛 妳會像我 因為我也不知道答案 妳會像我這樣 第一個刪除的就是藍色 有考慮過 但是因為南極州這麼大的 然後旁邊其實也都沒有 任何的什麼 它建築物不可能太多 但是妳要識別說 這是科學研究站 加上那邊的天氣 又非常的嚴酷 就對人是非常大的考驗 所以我覺得 對那些科學研究員 比較好的方式 應該是便於識別 他們可以很快的 進入到建築物 以防有可能什麼 天氣會忽然間 一下劇烈變化 他們可以趕緊繼續避難 那這樣看起來 越來越像黃色了 越來越像 準備 請揭曉 南極州上的科學研究站 應該是什麼顏色 正確答案是綠色 那在南極州這個地方 當然天寒地凍的 所以這邊人煙稀少 這邊其實人口最多的地方 就是麥克鎮了 也被稱為是南極首都 那在麥克鎮的附近 有另外的這個 我們看到的這個史考特基地 這裡還滿特別的 所有的建築物 都漆成綠色的 而根據當地人說 這種綠被他們稱之為 紐西蘭綠 為什麼呢 其實他們也認為 這算是牧野風光的一種 不代表說你看到這個綠色 就好像看到了草原 或者是樹木森林的感覺 而是這種綠色 會讓他們覺得比較寬敞 舒適 輕鬆 可以放鬆一些壓力 有點空手而回的遺憾 但是不因為這樣 你會還想再來 好不好 在現場跟在家裡 看不太一樣 不一樣 對不對 因為多了很多 我親戚的互動 有沒有事 對 這個很重要 沒錯 來 下一位喝四個杯 接下來挑戰的是 三分鐘的打敗時間 越來越緊張了 非常 現場 這一公三個母的 一公三母的組合 蔡宜白會不會再當豬頭呢 再當豬頭 就要帶金豬鼻囉 真的假的 三次啊 三次啊 你自己買三次要帶金豬鼻了 來喔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七孔九孔 七孔九孔 為什麼少了個八孔 第二題是再看十秒 荷花根莖 而且是很怕金豬 好 好 來 七孔九孔之後 又看到了荷花根莖 所以妳想到的是 我想到的是 蓮藕答對沒有 恭喜答對 好 好 我不要拒絕了 我好緊張喔 蓮藕 來 恭喜 蔡宜凡 其他請問 公典再來請就位 蔡宜凡同學 嬉皮笑臉的蔡宜凡 可是靜宜大學觀光系畢業 而且做過華航空服員 還做過新聞記者和主播 還主持過節目 是 還自創服飾品牌 好了 妳這次第四次來到這邊 我為您解鎖 妳的第二套題庫 好 來喔 起 公佈 三分鐘 妳要面對的 色字化節目 這一次的第二套是 高跟鞋魅力 妳 有 妳有高跟鞋的鞋控 對 妳有蒐集狂蒐的習慣 服飾品牌老闆娘就是妳 那個品牌很特別 待會再告訴我們 醫美手術培養榜 妳很想去 很想跟醫美有點關係 尤其想割雙眼鏡 千萬不要 千萬不扣 起碼好心情 跟女兒剛好一塊學起嘛 八歲女兒 毛小孩天堂 來 剛認養了一隻 基督教甜點 最愛吃甜點的基督徒 中藥妇科飲 妳曾組織過類似的健康節目 然後嘻哈街舞 術語 聽說妳會跳街舞 Oh my God 我們從哪邊開始 三分鐘而已 妳至少答三題吧 那我選比較簡單 服飾品牌好了 妳創了一個品牌是 屬於親子的服裝 親子的 就是我女兒都說 媽媽 我要跟你穿一樣的 然後我就去訂做了一件 我們一模一樣的衣服 然後就PO上網 然後就開玩笑說 要團購的加一 然後就有那個照片 下面就有六七十個加一 然後我以為大家在跟我開玩笑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我跟我老公討論說 好像這個生意可以做耶 所以我就自己去訂做了一系列 就是媽媽跟小孩 是一樣的衣服 但是是比較屬於時尚類的 不是那種可愛類的 好 服飾品牌老闆娘 就從她開始 來 請 助理 研究發現 服飾店員怎樣的行為 反而會讓客人不想購買衣服 A 妝化得越濃 B 穿得越漂亮 C 露出越多性感部位 好題目耶 我的答案是 B 穿得越漂亮 對 她妝化太濃 妳不覺得看得很可怕嗎 可是因為現在有美肌 就是照出來都長得差不多啊 妝濃不濃已經看不出來了 她露的地方很多 露手露腳的露肚子的這樣子 露得很性感這樣 妳會想買 如果她露得是好看的 我會想買 就是有一些 就是硬要擠的那種 我不會 但是她比如說腰線 有露出來我就覺得蠻美 她穿得很漂亮 妳不覺得 剛好可以給妳做參考嗎 我跟妳講 程哥妳就不懂女人了 就是我們會有一種 妳知道嫉妒的心態 就是如果你穿那麼漂亮 我就覺得我 我沒有辦法像妳一樣 就是比如說妳穿得 就是濃鮮和度 然後就這麼修長 然後我就沒有妳那個身材 我就不想買了 就會有種自卑的心理 玲玲 她說得對嗎 我會選C耶 A 不一樣 給妳對女生的了解 是妳們那一小撮女生 好嗎 為什麼選C 我會覺得 我好像沒辦法那麼性感 我就沒辦法駕馭 就是這間店的風格 金老婆耶 我選A A 就沒有人選B 真的 她也是專家 我選A 我因為覺得就是 因為如果就是店員 就是畫太濃的時候 會就是會有一點兇 兇的那一種感覺 會就是有一點距離感 對 然後她比較親切 太濃不親切 我覺得 很少濃妝親切的 而且濃就覺得會有距離感 對 很合理 就是每天選B 妳呢 我會選B耶 Yeah 為何 有點像她說的 就是妳會覺得 她穿得那麼漂亮 我覺得我可能就是沒有辦法 她們如果答對了 就知道為什麼妳們兩個 會坐上面 對 對 但我支持妳們說 我支持妳們說的 穿得越漂亮 可能客人越不想買 請揭曉 好 那個業者在搞店員的時候 又覺得說 我長那種帥哥美女啊 或者是可以把我的衣服穿得 非常好看 身材很好的人 應該可以帶來買氣吧 但是代表你不太了解 顧客的心理 其實的確喔 顧客是非常玻璃心的 當他覺得這個人呢 看起來比我好看 或穿衣服比我好看的時候 往往就會讓他 產生了嫉妒的心態 但其實如果以心理學來說呢 他是有一種理論根據的 它叫做 社會比較理論 就是呢 我們的內心當中 總是不自主地 跟所有的人做比較 一旦覺得他比我好的時候呢 我可能就會 再怎麼喜歡這件衣服 我都刻意不買它 恭喜第二名 我要選醫美手術 你對自己最不滿意的是什麼 最近就是下垂啊 我也太誠實 就覺得嘴邊肉就是下垂 年紀畢 我剛剛看過才知道 我今天最大耶 我的天啊 今天在場我最大耶 而且妳不講誰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她是藝人 藝人不會說謊 妳看得出來她是最大的 沒關係 妳不要逼孕婦 沒關係 逼孕婦是不會說謊 很輕鬆的心情 她不會說謊 好不好 不要自欺欺人 無聊 醫美手術培養法 來 請 出題 根據美國整型外科醫師 學會的最新統計 一整年進行次數最多的 是哪一種醫美手術 A 化學昏膚 B 雷射除毛 C 肉毒感菌 這一定是C啊 肉毒感菌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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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出題 為什麼不是雷射除毛 她不是很喜歡除毛嗎 雷射除毛不需要長期 定期的做啊 你就是大概五六次 它就乾淨了 但是肉毒是你四到六個月 就要補一次啊 所以它的次數 一定是最多的 肉毒感菌 請出題 回去 好 現在大家都很喜歡 去修修臉喔 那我們根據呢 輕入室手術 跟微創的非輕入室手術 來看看大家最喜歡哪些 首先呢 在要開刀的部分 其實最多人做的就是龍乳 再來呢是抽脂 那第三就是鼻子方面的整形 而如果是在這個 注射一些東西的方面呢 第一名就是肉毒感菌啦 然後再來呢 是這個填充玻尿酸 第三個是化學患膚 再來才是雷射除毛喔 一萬在巷子口 來 請加油 第三題 我要毛小孩天堂 好 毛小孩天堂 來 請出題 請問阿拉斯加存遞下 什麼法規成為全球第一個 執行此動保政策的地方 A 享有寵物醫療給付 B 離婚後寵物監護權 C 每年徵收寵物稅 我答案是 A好了 A 請鎖定 離婚後寵物監護權 不覺得很特別嗎 很特別啊 可是我覺得毛小孩天堂 應該是對寵物好的 所以要有醫療給付 因為你知道寵物看醫生 真的超貴的耶 然後在國外看醫生更貴 所以我覺得給付蠻好的 我想的點是 我從而養這個寵物 牠其實就已經被登記了 如果我們離婚的話 這個寵物必須要有人養 而且必須要有所謂的責任歸屬 對 不能變成棄養 不能因為我們 我們的婚姻關係結束以後 牠變成那個棄養 可是晶片都會有一個主人的資料 所以牠必須要有主人 牠不能變成無主人 OK 請揭曉 米威力 馬上就知道牠有沒有超越妳 好可惜喔 正確答案是離婚後的寵物監護權 那很多人在過去就是會在離婚的時候 會把所有的財產都做一些分配 其實在過去一開始 寵物也算是財產的一部分 當然也會有很多的這個離婚的人 他們也會互相的爭寵物 但是現在在伊利諾州 加州 還有阿拉斯加的這個地方 他們其實都明定了法令 或算是監護權 法官還會依據這兩個人 誰可以提供這個寵物更好的照顧 就把寵物歸給牠 所以也看得出來 現在寵物的確是名符即時的毛小孩 就是啦 但是我們馬上要進行的是 非常感人的終極懲罰 大家好 今天 因為自己不是那麼的好 只有宜貞提一個人把推車帶回家 自己拉 拉到指尖處 這麼遠 電視上看沒這麼遠 再來 到了吧 到了 再來 好放 還有一下 沒有 一共三下 這兩下加鼻子一下 三下 再來 好 好多了 最後一下 這一定要我來 因為我們第一次見面 你才會記得我啊 對不對 然後對我好一點 好響喔 沒有 來 拉 再來 好放 很好喔 再一下來 乖乖 來 再來 再來 好放 這一場 好 非常好 我幫你拉一下 對 沒有 你自己拉兩下 我幫你拉一下 好 再來 好 放 這樣都可以到你 拉手 這樣可以嗎 夠嗎 再來 好 好 這個沒有打到 好 好 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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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非常精采的 全民心攻略 我們最淡這段時間 不聚餐 是為了以後還能夠再吃飯 我們不串門子 是為了希望能夠親友們 以後還有常常相見的時間 防疫的高峰期 麻煩大家安分待著 週一到週五 晚上九點在東盛民道 全民心攻略 我們祝我們天天開機見面 下次見 拜拜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一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